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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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翡翠的A货 非常好的A货 那么碧货也是用翡翠的原料 但是这个翡翠原料 是翡翠里面最刺的原料 是我们称为是拉锡货 相当于拉锡货 实质很疏松的 用这种材料去做碧货 那么做碧货的时候 把这种材料切成这样的薄片 像这样的薄片以后 铸上胶 用素质铸上胶 铸上胶以后 就变成这样的类型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再去切割 那么碧货的东西 因为通过酸洗以后 它池子比得非常酥酥 非常酥酥 你们听听看这个声音就是了 这个声音就是这个碧货 处理口里头的 它已经很松散的东西了 所以冲上胶以后 用那个胶 把那个池松散的时候 凝固起来以后 变成这样的碧货 所以做成这样的碧货 就变成这样的材料 使人非常不容易 势比清楚 所以在买翡翠的时候 我们非常要注意这个问题 那么B火里面 翡翠里面呢 就是把那个天然石头加工 我们称为一只A火 那么通过人工处理 酸药以后 猪胶以后 我们称为B火 那么还有就是说 又猪胶又染颜色的 像染成这样的漂亮颜色的 那我们叫B加锡的火 B加锡的火 也做成这个东西 显得很漂亮 显得很漂亮 使很多人比较盲目上大 那么天然的翡翠呢 一般来讲呢 它都是非常晶莹剔透 而且呢 很圆润 看上去很自然 不管它是什么颜色的 那比如这块翡翠呢 它基本上没有颜色 但是呢 它是非常透 而且很润 这个看上去 结构也非常紧密 那么这是呢 是天然翡翠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特征 那么这一块呢 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是 B火 经过漂白 冲天处理的 那么这块呢 你虽然看上去 它也有很绿的颜色 而且呢 这个也感觉也还是 透明度也还可以 但是呢 就是行家一看呢 它们这个绿色呢 是不是很自然的 它有点呆板 就是我们行画呢 就是有点发愣 那么它的这个透明度呢 也是很 它是一种浑浊的状态 大家看这个 就是 它白的这个颜色的地方呢 它不像这个 天然的翡翠这样 很 很晶莹剔透 它有一种浑浊的感觉 翡翠里边呢 还有就是用其他材料 去冒充翡翠的 你比如说这个水墨汁的 这个东西 这种料 它的成分跟翡翠成分不一样 但是做出来的东西 非常相当 所以呢 现在希望大家顾客呢 在买翡翠 饰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们要买 翡翠A火 那么翡翠A火和B火的区别呢 还是有的 是吧 当然就是有很多 可以通过其他的监令仪区去监令 那不是为了老百姓呢 可以通过这个听声音的办法 去鉴别一下 比如说是 像这样的卓子声音 很